谢朱林寺,千年少女肉身不坏之谜,她是一位一千年前,存留至今的女肉身相。她作画于一千年前,原济时只有十二岁,原济后身体自然收缩至只有一肘高,成度母坐姿,传说她是绿度母线即将添母身的真实化身,后背信徒供奉于此庙中,她真实地坐在神坎里,大笑如五六岁的女孩,头戴宝冠,身披彩衣,面容线。 脸部肌肤饱满,仿佛仍有弹性,头微低垂,双眼四开四臂之间,竟隐隐可见眼球的反光。地下流体驮着西藏飘移,被誉为世界无极的西藏高原,正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向东飘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地壳下有一股导电性极好的流变物质,而非之前假定的是板块挤压所致。 福藏之谜福藏是指本教和藏传佛教徒在他们信仰的宗教受到劫难时藏腻起来,日后重新挖掘出来的经典,分为书藏,圣物藏和石藏。 书藏即指经书,圣物藏指法器,高僧大德的遗物等,最为神奇的就是石藏。 石藏是指埋藏在人们一室深处的浮藏,据说当某种经典或皱纹在遇到灾难无法流传下去时,就由神灵受藏在某人的一室深处,以免失传。 珠峰奇云在天气晴朗时,珠峰顶常漂浮,这形似奇致的乳白色烟云。 这就是珠峰奇云,奇云是由对流性积云形成,可根据奇飘动的位置和高度,来推断峰顶峰力的大小。 如果奇云飘动的位置越向上线,说明高空峰越小,越向下倾,峰力越大,若和峰顶平齐,峰力约有九级。 因此,珠峰奇云又有世界上最高的风向标之称,洪化之谜是得到高僧在元祭时出现的一种神秘现象。 据说,修炼到很高境界的高僧在元祭时,其肉身会化作一道彩虹而去,进入佛教所说的空航净土的无量宫中。 说唱艺人口头说唱是其主要形式,是通过说唱艺人的由音说唱世代相传,而说唱艺人有着各种传奇。 在藏区,有些十几岁穆布什丁,对小孩病后或一觉醒来,竟能说唱几百万字的长篇史诗。 这一神秘现象至今无法解释。 西藏密宗的采音术揭秘藏传佛教的阴阳信仰是最基本的教义,对藏传佛教的修炼具有指导作用。 我们看到被归为阴性的物质有,知识,物质,感情,语言,光明等,甚至整个宇宙都是阴性的。 阴性的能量和智慧是产生现实世界的来源。 那么一个藏传佛教的修行者,为了大彻大悟的成佛,必须取得所谓的阴经,为了取得此种原始的能量,藏传佛教的修炼者,必须掌握相应的方法。 征兆与占卜藏族一种预测未来修旧的古老方法,我们知道,藏族先民也同其他民族的先祖一样,在长期生活,生产劳动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像东红日透西红雨,人黄有病,天黄有灾等这类,认识事物的前期现象。 红雪之谜喜马拉雅,山五千米,以上的冰雪表面,长点缀着血红色的斑点,远看如同红雪,这些红斑点是由血液藻,溪水绿球藻和血生纤维藻等藻类组成的,在永久性冰雪中,高原藻类分布广,耐寒性强,零下36度也不至于死亡,因其含有血色色素,固成红色,奇特的水火山在唐古拉山地区, 时常发生的洞杖就自我爆炸现象,其声如雷,喷出几米高的水柱,炸起的石块抛向四方,同时冒出大量气体,数十分钟后平息,并留下一个大线穴,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水火山,骨骼之米九世纪中叶,土藩王朝第九世赞普朗达玛被杀,其曾孙逃往阿里地区,约公元十世纪,其后已建立了骨骼王国, 在近700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1630年,拉达克人入侵并消灭了骨骼,如今,浩大的骨骼王国遗址,神奇的骨骼银,无头干湿洞和无数的古物珍宝,吸引着考古学家的探索, 但骨骼文明何以突然消逝,仍是一个你? 象熊之迷据考古研究和史籍记载,象熊有公元前十世纪,就已在西藏高原崛起,且早于土藩与唐朝建立关系。 在公元六到七世纪,象熊已是以牧为主,兼有农业了,古老的象熊产生过极高的文明,它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象熊文,而且还是西藏传统土著宗教本教的发源地, 对后来的土藩以致整个西藏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巫师之迷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的藏族仙民们认为,无论是在天上,地下或是水中,都是神灵,而且世间万物也都无不听命于这些神灵。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幻想能控制和影响客观事物以及部分自然现象,于是便产生了祭祀和巫术活动。 巫师也随之出现,拖架现象,拖架未葬与阴泽,意味天铁或雷石,据传拖架是打雷石降下来的铁块,长期埋藏地下而补锈,呈现各种形状和颜色。 如果找到此类物,可以做护身服用,有辟邪功用。 葬衣也用此入药,据说可治中风等疾病。 鼠鸟同学基属和鸟类同用异学的现象,在藏北高原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树木已无法成活,大地上只有草类生长,而这些地方正是高原鼠兔活动频繁的区域。 高原鼠兔无尾,习性如鼠,行似兔,顾得名,鼠草食性鼠类,依鸟类在高海拔地区,找不到树木栖身,只有靠鼠兔的洞穴来筑巢,这就是所说的鼠鸟同学。 野人执迷西藏野人之谜,历来北朝的沸沸扬扬,是世界四大谜之一,早在1784年,我国就有西藏野人的文献记载。 近年来,在喜马拉雅山区不断有人目击野人活动,并有女性野人,抢走当地男人婚配生子之事,已有若干考察队深入藏东考察,但目前野人仍是一个你。 香巴拉执迷藏文史籍,对于香巴拉的记载很详细,香巴拉位于雪山中央的西端,原形如同连瓣,周围被雪山环抱,从白雪矮矮的山顶到山脚下的森林,生长着各种鲜花和药草。 大小湖泊星罗旗布,青草茂盛,绿树成荫,有许多修行圣地,其中央所立着富丽堂皇的加罗波王宫殿。 宫殿中央是各种王的寝宝座,各王拥有许多大臣和军队,可以成其的狮子,大象,骏马无数。 这里物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从王臣权贵到庶民百姓都前信佛法,供奉三宝,恐龙化石在西藏的发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对古脊椎动物足于1976年秋,在西藏昌都达玛拉山西坡,海拔4000到5000米的高度,发现了大量恐龙和其他脊椎动物化石。 科考人员根据原有一点线索,在约十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五个化石产地,发掘出约四吨重的二十多箱爬行动物和鱼化石,初步鉴定有十余个类别,属心中约十个左右。